14組,我們足以認證的要分43個方言語系 可見它是多麼大的事情 那這麼分歧的語言文化,我們怎麼了解它 那我的第二講就想做一個比較凌空的 想對原住民的傳統的文化思維的邏輯 給大家找出幾個線索 我這裡找出五個線索 讓大家在了解這些線索以後 將來你們跟原住民相遇的時候 就比較好像有一個方法 知道它腦袋在想什麼 當然不一定說非常的細緻 就像我們講說中國文化到底有什麼特質 這個複雜得多了,不知道怎麼講對不對 不要說中國文化,中國儒家的思想有什麼特質 真正講起來也相當複雜 孔子算不算當然是 孔子死了以後,乳分為八 孔子死了以後,乳分為八 哪一個是啊 到細節上面這些都很困難 但是我們總是要說它 要怎麼說它就必須要某一些比較凌空的 抓住幾個可能概念性的東西來談 那我的第二講就很希望給大家描述這個至少我所理解的 原住民這個複雜的文化裡面 有哪一些東西是他們一些比較共同的特質 所以大概在第二講啊 想在這方面給大家了解 先知道他是誰 第二個知道他腦袋是怎麼想的 他腦袋怎麼看外在的世界 他看的世界跟我的世界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個部分我把它取名叫做被迫讓渡的主體 其實這個讓渡的過程很多是來自於人口的變遷 然後當然還有跟政治的因素有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原住民從荷蘭西班牙時期 民政時代一直撤退一直撤退 19世紀末期整個平埔組 也就是從北到南平原地帶 西部平原地帶的原住民 我們可以說已經完全消失 所以這個當然有一個彈書了 因為最近平埔組運動是很活絡的 我不是說他們就完全死掉 而是說他們已經失去了一些比較生活性的 一些文化的象徵的一些符號 那都完全沒有了 日期時代以後那個範圍跨過中央山脈 然後到華東這一帶 1895年以後其實台灣的高山地區 跟我們所說的後山地區 開始面臨國家力量的介入 那日本人也用了50年的時間 讓台灣的原住民在20世紀的末期 也瀕臨類似平埔組的命運 在整個台灣的歷史裡邊消失 我在1990年代初期 我用原住民是一個屬於黃昏的民族 在描述這個過程 大概我們也要了解到這個部分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對原住民不斷被讓渡的主體 從國家的角度 文化的角度 從經濟的角度 從原住民自己自我意識的角度 我們去看看這個過程 是活的 是活的 然後第四講是 我們跟平埔組 台灣的原住民 現在的原住民跟平埔組 比較大不一樣的地方是 原住民 台灣因為正好碰到一個很奇特的歷史經驗 1945年 這個台灣歸返給中國 1949年 整個台海之間 也就是國共之間的內戰 造成了中華民國到台灣來 大家可以想像台灣這麼小 有那麼多 35個行省的人到台灣來 南腔北調 各種吃的口味 然後他們都有一種焦慮 都是怎麼樣再回去 或者是有很多複雜的 這種認同上面跟政治上面的焦慮 這個焦慮 大家也都知道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徹底解決 我們還在 還在這個 可能已經到最後一個階段 要去釐清這個 這種歷史的這種糾纏 也因為這種形式 各位大概也都知道 從1970年代 也就是我們推出聯合國 中華民國在一夕之間 變成了一個國際的孤兒 所以他也在尋找他自己國家的定位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所謂的本土化 其實都是一個焦慮 到底我是誰 然後我的國家是到底算不算一個國家 這種焦慮普遍在於 整個台灣的這個 氛圍裡面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體會到 像原住民這樣的議題 他可能也遭遇到這種困難 而且在我們講本土化的時候 漸漸有一些人覺得 可能原住民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解套的方式 來去定位自己是誰 比如說 我們以後還會再談這一類的問題 那因為這樣的一種 時空的條件 使到台灣的原住民 跟19世紀的貧富族 有一個不一樣的歷史條件 我們原住民的年輕的一代 比較有機會 找到 而且有一個社會歷史的條件 跟支持力去理解 或者是重新釐清他自己是誰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各位大概也都知道 台灣原住民從1980年代中起 就開始有很多的原住民運動 原住民運動 你說成功失敗 這個不是重點 而是他至少 遲緩了那個原住民 跟平埔組一樣 那麼快速消失的這種趨勢 使到他有一個停損點 給他一點點腳踏的地方 然後去看看他要怎麼樣去折衝 怎麼樣去尋找他自己的文化的再生的活力 這個就是我在第四講裡面想跟大家談的 也就是原住民從1980年代的當代處境裡面 他怎麼樣去維護或者是去掌握他自己的文化 或者他自己的再生活力 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失敗 有一些看起來現在成功 但是長遠以後可能是一個失敗的東西 那這裡面我們做一點點的反省 這個大概是我第四講裡面想跟大家聊一聊的 那第五講 在這個原住民尋找他自己的主體性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力量 各位都知道原住民是沒有文字的民族 所以台灣的歷史都隨便你們寫了 反正我們寫問也沒辦法 也看不懂 而且我們也很難理解 一個民族可以寫二十五十啊 汗牛沖東西 那麼一大堆東西 那裡面大部分都是假的 對不對 你如果知道誰寫歷史呢 一定是有知識的人啊 有權柄的人啊 寫來寫去就是那些大人物啊 變成我們這些小人物 好像我的存在不像是一個歷史的存在 那個歷史的主體根本在一個文字中心主義的社會裡邊 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想像 這個以後我們再去挑戰這件事啦 可是很清楚的 我們在這方面吃虧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只有在先前死會出現 因為骨頭挖出來了嘛 後面都都沒有 因為你們都沒有講話 對不對 也沒有寫東西 偶爾寫出來是人家寫的 對不對 那麼我們只好被扭曲了 我們等一下再看看那個扭曲的情況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 我以前也很抱怨 為什麼我的祖先那麼笨 隨便畫兩下嘛 反正隨便畫 只要寫出來 人家也會把它當作是史料 對不對 後面就編故事 對不對 好有用啊 可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那 可是我們被迫要做這樣的事 你們知道 1895年日本人到台灣來 現在的紀錄顯示 日本人那個50年 有一個東西在原住民地區做得很徹底 就是他們的國語推行 我的